这台车你即便是放一条狗上去 它都能开得非常的快 Hello大家好 我是一车原创主持人堂主 今天我开着身边这台E3款的黄色卡纳S 来参加一车金港全速赛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车 E3款的卡纳S 不是现在大家满街上看到的最新款982的那个718 那不是 那个4缸机2.01T 这个3.4升6缸机 最大马力325匹 最大扭矩370牛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好奇 这车到底能在这个赛道跑多少 然后之前我是用接胎的情况下 在这个赛道跑过1分10秒1的成绩 然后今天为了参加这场比赛 我呢从我朋友那里借了一套18寸的锻造轮骨过来 然后买了一套18寸的韩泰TD热熔胎 哎呀当然这个钱是一车给赞助的 哎哈哈哈哈 包括这个刹车皮 也换了一个经济一点的刹车皮 刹车盘呢是我自己买的 因为报预算的时候 当时轮胎加刹车皮加起来就已经到了将近16000 我担心这刹车盘再报上去呢 万一这个财务那边对吧 预算通不过 我就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了 所以我就干脆对吧 你还别太贪 有条轮胎有刹车皮能白嫖就行了 刹车其实并不影响什么圈速 影响圈速最大的变量 其实就是在于这个轮胎 原厂的轮胎是前235后265 这个改了之后的轮胎是前245后295 按照一车原创主持人教主的话说 轮胎宽就是好 马力大就是强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看一下 换了这套轮胎之后 这个车能相比使用机胎的情况下 能提升多少全速 U-D-H IT-H W-D-H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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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之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一车金港赛道 它全长两公里 共计13个弯角 且带有10.4米的高低落差 能让你体验上山下山的快感 这绝对是北京最好玩的赛道 没有之一 这是一条高速弯居多的赛道 一号弯非常考虑持有胆量 你需要全右门冲进去 一边拐弯一边刹车 二号弯是一个突然手窄弯道 你需要在冲进一号弯之后 尽量选择一条弯弯新的路线 因为接下来就是一条小直道 二号弯的出弯速度 将直接影响到五号弯前的尾速 三四五号弯连起来 非常像日本的主播赛道 我个人最喜欢的跑法 是从三四号弯比直冲进去 直接杀进五号弯 杀到非常深的位置 然后再循序开游 而六号七号组合弯呢 其实跟一号二号组合弯有点像 都是得胆子大 全右门冲进去 再找准点位出弯 区别在于七号弯的出口 并没有受窄 我个人习惯的跑法是 从六号弯沿着中外线 全右门乘进去 请点一脚刹车 让轴鹤跟重心转移 帮助入弯 随后全右门出弯即可 这条赛道最能拉开车手之间 圈速差距的地方 就是一二 以及六七号组合弯 这两组组合弯 过得好跟过不好 往往能差出来两三秒的差距 八号弯是一个上坡以后 紧接着下坡的盲弯 它并不是一个九十度弯角 而是一个略有收紧的七十度弯角 所以这个弯要带着非常高的速度 刹进去 因为它是一个先上坡后下坡的 这么一个弯角 所以你要在刹车的时候 充分利用好上坡的轻角减速 还得在弯角保持耐心 同时要在还没有看到出弯点的时候 提前开油 这都非常考验找出弯点的能力 九号弯是一个非常高速的弯角 在这里啊 车子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重心转移 轮胎不够新的时候 最好在弯心处松一脚油 否则接下来连续的重心转移 很容易让车辆失控 十号弯是一个 你需要非常高速冲进去杀的弯角 出弯走中线 紧接着要紧贴着 十一号弯的内侧路间 把十一号弯 十二号弯当成一个半坡 出弯之后 车子尽量要靠左 然后高速冲进十三号弯 这里也是非常考验胆量 而且非常考验车手的控车平衡能力 不过其实你不用担心 因为细心点其实你就会发现 十三号弯的内侧带有非常大的轻角 这会对你的出弯有非常大的帮助 你冲进去之后 如果发现速度过快 稍微轻点一点点杀出 稳住车身之后 你就只管大胆开油就行 出弯要用尽整个路间的外侧 做好这些的话 能让你在大直到尾端 带来非常大的维俗优势 当天的全速赛 我的竞争对手是一台 轮上280匹的高尔夫GTI 以及一台最新款的718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来看看这台十年前的老款Kaman S 还有几成功力吧 键盘打工人上线 为什么今天会来唐主的节目里客串呢 因为唐主说 等他刷完赛道就把Kaman S送给我 嗯 如果我没记错 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次跑的赛道是新金刚 这个赛道说实话 我都没怎么看明白 但我看不明白没关系 重要的是唐主已经跑明白了 你看这个宝出弯的走线 它在直线上都快飞起来了 前方有一台车 唐主直接油门踩死超掉 并没有让它影响到自己的圈速 现在进入这 这是几号弯来着 算了不重要 我们只需要知道 这是一个低速弯 后面又连着一段大直道 漂亮的出弯 在这干涸平级的土地上 这台黄色的Kaman S 就是那最美丽的绽放 又是两个高速弯 唐主舍弃了第一个弯星 紧贴第二个 这就是成熟男人的取舍 接着又是一段直线 这星金港是真的高速 然后一个上坡盲弯 唐主切得很准 绕过这个弯以后 又是一段高速路 唐主再次撒鸭子放开了跑 随即是一个高速弯 听声音 唐主是收了一脚油门 然后就来到了 整个星金港最低速的一段路里 第一个弯 唐主过得很顺利 然后是第二个 唐主你油门给的小心一点 不要把我的车刮花了 知道吗 还剩下最后一个回头弯 唐主的入弯非常快 我本可以接受其他车的入弯 如果我不曾见过保时捷 然后有了保时捷以后 其他的车就都成了将就 进入最后的直线后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圈速已成定局 最终成绩一分零八点四五 拿冠军不是目的 刷新自己的圈速才是目的 冠军拿的就是舒服 金灿灿的 看起来威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卡曼S的圈速 以及总结它的一些优缺点 首先为什么我最近这段时间 特别喜欢玩卡曼S呢 其实说出来大家不信 我是因为想省钱 所以才玩着卡曼S 为什么想省钱 去玩保时捷这种车呢 这种话听着很壮丰 对吧 听着大家都想打我 但实际上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 保时捷它非常的均衡 它的刹车 它的散热 它的避震 原厂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就不需要做改装 你懂吗 包括这一次我们去参加圈速赛 你看我在新京港跑的圈速是一分零八点三九八 当天大概有二三十台车参赛 我在所有的车里面 我的圈速排名是第六名 排在我前面的有哪些车呢 法拉利488Pista Spider 一分零四秒七 第二名保时捷911 991.1的Turbo 它的圈速好像是一分零五点七 还是一分零五点六 第三名是奥迪的RS3TCR 这是专业的TCR赛车 从国外引进进来的 这个车的圈速好像是一分零六秒零 第四名是京港圈速王韩孝 开的一台宝马M2C 这台车的圈速是一分零六点三 第五名是一台宝马 是一台丰田的Supra 说宝马说了嘴了 然后它的圈速是一分零八点一 但是我这台车呢 几乎是纯速车 我当天只换了一套轮胎 韩太的TD 而且是一套中性胎 然后我换了一套刹车盘和刹车皮 什么避震排气什么都没动 圈速是一分零八点三九八 而且这是一台十年前的保时机 十年前的产品 跟现在最新款的宝马 丰田Supra 打得有来有回 所以这台车的综合能力 我觉得就毋庸置疑了 非常非常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是因为想省钱 所以才玩保时机 因为我自己还有一台 克尔维特C7 那个车特别的费轮胎 也费刹车 因为车太重 这台车只有1350公斤 那台车有1562公斤 而且克尔维特C7是非常挑轮胎的 如果用接胎的话 压根别想出轮胎成绩 但是这个车 它的接胎的成绩也非常的恐定 在同样的赛道 它的最好的成绩是一分十秒 也就相差了一秒八左右 都没到两秒 如果是换做其他的车型 比如说是克尔维特 或者是宝马 或者是AMG 你用接胎和用热熔弹 它的全速差距会非常的大 有可能能差出来将近三秒 但是宝石杰就不会 宝石杰阶胎跟热熔弹 也就差个一秒多 所以这说明了 它用接胎 它也一样可以做得飞快 因为它是一个中置后驱的结构 它的机械抓地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它进弯出弯的时候 前置的那些跑车 完全没法比 根本就比不了 它的开有点可以比宝马的 Mpower AMG那些车 快太多太多了 它在弯中的稳定性 也比那些车要强的多的多 没办法 中之后驱YYDS 这个东西是你永远都改不了的 因为它天生的架构的原因 这不是说你通过后天的努力 你能 对吧 你能改进的过来 但你改进不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它的一些缺点 其实上期节目我已经聊过很多了 比如说它没有LSD 比如说它前后麦夫逊的悬架 比如说它轮胎特别的窄 前235后265 比如说它原厂的避震的情况下 它没有办法调轻角 这些都是它的缺点 但是这些缺点其实有很多是人为造成的 是因为保时捷他不想让718或者卡曼这个车系 凌驾于911之上 所以他故意把这台车做得很差 然后它还有一个缺点是持比很输 在那些年其实啊 保时捷用的那些7速的PDK变速箱 它的持比其实都是一样的 给卡曼和911用了同样的变速箱 它们的持比其实照理来说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 保时捷给911用了一个更大更密的后尾压 给卡曼用了一个更小更疏更稀的尾压 所以这从根本上就改变了这台车的中传比 导致这台车的中传比就比911要更稀 因此它的持比也就比911要更稀 这也就是为什么卡曼S在赛道上 它的加速能力 它的换挡的那种衔接 就很明显没有911那么的顺畅 何况它的马力还比911要小了几十匹 所以保时捷总是在一些看不到的地方 故意的把卡曼做得很差 最后再来简单总结一下 这台车的主观驾驶感受吧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 保时捷从来不挑驾驶员 更直白一点 说一句不怕得罪卡曼或者718车主的话 这台车你即便是放一条狗上去 它都能开得非常的快 如果你开一台保时捷卡曼或者911 你都做不出来很快的圈速的话 那只能证明你的驾驶技术就是一坨屎 因为它的机械抓地力和它的动力布局形式 实在是太优秀了 你整个只要一给油 它因为发动机在中间靠后的位置 你给油车辆重心不就往后走了吗 往后走你发动机变得像把后轮死死吧 压死在地面上 抓地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你如果开这种车 你都做不出好圈速的话 那真的你就要反省一下你自己的驾驶水平了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这台车它因为自身过于优秀的这种操控 所以其实会让人忽略掉驾驶员本身的能力 对于这台车的影响 但其实这台车它的圈速它的能力其实分两段 大多数人开上它都能把它开的飞快 但是到了最后的那0.5秒左右的那个拔尖的那个圈速 可能就得花很大的功夫去跟它搏斗 去好好的研究它摸透它才能开得出来了 这个我可能就开不出来了 所以我其实开这个车在新金港老金港 包括瑞斯其实做出了一些相对还不错的圈速 其实不是因为我驾驶水平有多厉害 是这台车它太优秀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台操控抓地力 动力布局形式以及耐用性 都无比优秀的驾驶者之车 在我们中国在很多那种对驾驶狗屁不通的人眼里 这台车却成为了一个女人车 二奶车装逼车 我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汽车文化非常贫瘠的一份悲哀 所以啊有时候你不能怪德国人 人家不把992GT3引进中国来 不把那种特别具有驾驶特性的那些 特别好玩的性能车引进中国来 你不能怪人德国人 人家引进过来能卖的掉吗 没有人买 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目前对于汽车文化的理解 还仅仅停留在性能车 等于崩直线的这个阶段 人家引进来干啥 对吧 所以啊就活该 我们买不到那种特别顶级的性能车 那么OK 以上就是本期汽车主料车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车原创主持人汽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